各位法师 各位善知识 南无阿弥陀佛 讲说妙法莲花经 在此做几点提示 讲无量益经史 正是妙法莲花经的别序之二 即入于五量一处三昧 做家父座 妙法莲花经的别序三 就是满虚空 曼陀罗花 即曼蜀沙花 天与天花 天花乱坠 是宝花经的别序三 别序的二跟三 都是在入于无量益处 正是讲说无量益经的时候 而无量益经为妙法莲花经的经中之经 经药之药 心中之药 为一法具无量益 在无量益经本身 在无量益经本身正说到五种总观的前面已说了三个观 我们也强调是观而不详 那监观与想是天人的中性 只观而不详是菩萨的中性 所以讲的是观想 已经把天人 天龙八部都加进去 也把菩萨部总设进来 观而不详 是一心不乱 一心在定的意思 在无量益经前面说的三个观 现在讲第四个观 副观即时生住一面 也就是说 这第四个观呢 就在前面的观世相的生住一面里面 那么其中以 法相如是生如是法来说 生住一面的第一个观 他本身的生相 法相如是生如是法 他本身就区别了 住一面 以法相如是 住一面的第一个观 那么在住相里面 就包含了生 就包含了生 生 义 魅 如是 义跟魅 也都是一法 具生住一面 生相里面 就具四法 生住一面 住相里面 就具生住一面 而一相 而一相里面呢 仍然具生住一面 十个相 就一相具有四相 而不是说 法相如是 生如是法的时候 那么就不含有生住一面 如是生住一面 各含生住一面 所以这是第四个观 第五个观 如是观宜 而入众生 诸根性欲 性欲无量 说法无量 说法无量 义无无量 无量义者 从义法生 其义法者 即无相也 那么这一段呢 是 他又 分成了 两个观门 换言之呢 这是第五个观 从 如是观宜 而入众生 根性无量来说 这只是 在五个观里面 这是 要中之要 经中之经 怎么说呢 就讲到 一为无量 一就是一本 乃一切众生 与一切诸佛 生活同体 不说为一 无量者 如来的知见 方便 无量无辩 无量 无量 一切众生 在生死中 阿赖也的意 也生命 意 无量无量 而众生 而众生的 如来藏 也是 妙意 无量无量 以众生 在第八 阿赖也里面 含如来藏的言故 如来藏是 以 是自性守恒 阿赖也 是无量 而众生的 知见 不守 自性 不守 自性 乃指阿赖也的 生命 变动 故 故有 无量 以的 妙愈 也就是说 众生 本具的 如来藏 就指 一 而阿赖也生命 无量 就是 无量 意 所以 整个 人生 宇宙 一为 无量 无量 为意 隐含 一本 善于 万俗 一本 就是 生活 就是 众生的 本 觉 明妙 一本 善于 万俗 指 众生 的 阿赖也 不守 自性 常以 六道 为家 在六道 轮回中 一一 变成 无量 意 以 事之故 众生 再 迷 染成 力 劫 的 轮回 自己的 力量 不克 出于 尘老 叫 无量 意 解 不能 自出 这是 下面 所 说的 其 一法 则 既无 相也 换言之 在 第五 关里面 前面 说的 三个 关 下面 说的 四 跟 五 就是 在 第五 个 关 里面 上述 所 说的 经文 分为 知识 知误 知误 就是 上面 说的 无量 意 从 一法 生 无量 意 指的是 它的 分别 是 从 一法 生 指的是 无相 空相 以及 实相 就是 生 内 去 来 从 本 以来 不 生 不 昧 生 不 住 恋恋 不住 恋恋 不住 生 生 不 以 那么 指的 就是 无量 意 无相 空相 以及 实相 就是 一个 法 那么 在 第五 个 总 关 的 之五 特别 显示了 无量 意 从 意 法 生 无量 意 是 生 内 不 一法 生 是 众生 的 都是 无相 都是 实相 都是 本觉 明妙 都是 生活 同体 以示之 顾 下面 也是 观而 不详 就是 观 实相 乃 第五 观的 大 总 说 如是 而无相 无相 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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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为 实相 就是这一个 第五 观的 大 总 观 名为 实相 也 也就是 前面 把 上一集 所说的 三观 本集 所说的 第四观 跟第五观 分别 小说 那 讲到实相 就是 入于 一法 而一法 就是空法 就是空相 就是无相 这个分别 这个分别是所有无量义之中的根本义 宇宙的 无量的一切义 也就是万有理论 万有是指色界有 无色界有 欲界有 万有指的就是山游苦海 苦海指的就是山游 它就是所谓的无量义 那么既然山游是苦海 为什么指它是无量义呢 根本原因众生并没有离开如来藏 也没有离开众生本具的 本觉明妙 以示之故 说一切众生 即是实相 那么这个说法呢 还关系到 过去四十年来之所未说 得今方说 过去四十年所没有说者 是未显真实的远固 如今要说或者已说 乃是未究竟的缘故 那么在方便与究竟当中呢 过去四十年所说的 无不是方便 就是指无量义 而今显真实呢 就是众生本具如来藏 与三世诸佛的如来 是生佛同体 是没有变异 那么这是方显真实 菩萨 摩河沙安住如是 真实相依 这上面所说的几句话 做大总观 大总说 对于无量义经 做一个大总结 那菩萨知道 这个观法 真实透彻 犹如水晶 真实透彻 近无边的虚空 无边虚空 觉所显发 也就是说 这一个妙异 使菩萨的大觉大悟 深入围成国土 透彻无量无边的虚空 而菩萨所发掘的 原来无量无边的虚空 都是菩萨的大觉之心 之所显发 除菩萨的大觉之心以外 没有虚空 而虚空是菩萨 摩河沙 自觉觉他 自度度他 这个大觉之心 所显发的虚空 若菩萨的大觉 显得不是虚空 那就有问题 菩萨所发 这些众生 众生的五毒 贪嗔痴慢异 如五根的巨刺 刺在众生的眼目身心里面 而莫知此五次 贪嗔痴不次之所在 菩萨开了法院以后 身之众生皆病苦 而众生的病苦为五毒 贪嗔痴慢异 此五毒深入众生的身心世界 可以说如复古居 无始以来的藏水左右 如人的影之 人到哪里 那影必随之 此贪嗔痴慢异的五根毒刺 随众生身心生到哪个世界 而这个五毒的根治 必随众生之所到 而以毒刺而处之 毒刺激众生的身心 如复古居无所不在 而众生在一切众生结病苦 菩萨华言所见 深知众生病苦的毒刺之所在 主是真能法苦的菩萨 苦即拔疑 众生跟菩萨的相处 菩萨常为众生的不请自由 众生处在地狱里面 举手不见无始 哭天喊地 哭爹哭娘 都哭不个所以人 那么当众生在地狱受苦 喊爹哭娘 叫天不应的时候 这个时候菩萨 视为他的不请自由 不需要用金钱供应 菩萨就会到 不需要有亲戚的关系 菩萨就会到 不需要有排长 加以祈祷 说你救我 你是全能 你是无所不在 不需做这样的祈祷 以众生只要喊到天 地 天啊 地啊 我有什么罪恶 令我受此大苦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仇狗 我受这样的苦 真的是太冤枉了 在叫天地不应的时候 在叫爹娘 这个时候菩萨就知道 我的眷属 我的众生 我累世的父母 现在正在叫我 因为菩萨才是父母 当众生喊天喊地 而不应的时候 一喊到父啊母啊 这个时候菩萨就真知 一切众生病苦已经化作了 菩萨就自在地自现其情 成为不请自由 的真能拔苦 怎么说呢 如是拔雨 令众生们在地狱里面 化大誓愿 如是拔苦呢 菩萨自现其前 令众生文明 践行 苦继拔雨 众生只要见到 这个菩萨摩赫萨 能拔苦的 菩萨摩赫萨 那么众生身心的病苦 接着疗愈 疗愈的意思就是 五毒的根次呢 自在拔除 那菩萨令众生 文明践行 真能拔苦吗 若此文明践行 而不能拔苦 闻地藏菩萨名 见菩萨地藏菩萨行 乃至见观音 菩萨摩赫萨 乃至见出发菩提心 十柱的菩萨 众生呢 对于这个十柱菩萨的 身心世界 那么众生在地狱 见到十柱的菩萨 无论是文明践行 五毒之刺 接得拔除 这种菩萨呢 真能拔苦 苦继拔雨 父为说法 令诸众生受于快乐 为什么令众生觉得快乐呢 当告诉众生 无始以来 一切众生呢 有两种苦不能拔除 一则贪生吃慢鱼 由贪生吃慢鱼 故常为地狱的常客 若除贪生吃慢鱼 则能够受于戒定之慧 而戒定之慧 真能拔苦 而贪生吃慢鱼 为五毒五处的根本之所在 那幻子 当众生想要拔苦吃呢 必须要在菩萨的面前 发愿生生思思 永不再生于贪生吃慢鱼 而生生思思 身心所在之子 匕首戒定会 三五肉发 而为发真实之事 发了此事之后 坚固了众生的 佛宝 法宝 生宝 如是满足 众生之道 以戒定会 溢除 贪生吃 要想没有贪生吃 必要具有戒定会 如是具戒定会 以贪生吃 慢于生生思思 永不再生于 独自身心世界 是真能拔苦 善男子 那么现在呢 已经把五官 说了一个大仲介 一 无量义 指的就是众生在地八 阿赖也是 生死无边的无量义 也指 三世诸佛 会把众生的赌次 所发的妙礼妙义 也是无量无边 但是众生是望一 而如来是守一 众生望的一 指的是本觉明妙 本觉生活同体 就望了这一个一 而诸佛说的一呢 是一 就是佛宝 就大觉大物 佛宝是什么 就是菩提心 佛宝就是一 就是空相 无相 名为实相 就是这一个一 那么 如来守 这个一 一为如来藏 如来藏为自信守 如妙宝 谋尼珠呢 掉在分测坑里面 往事 往劫 无量劫以来 那么 掉在分测坑里面的谋尼珠 不受 不污 不染 不变 不动 众生的本具 如来藏 异负如实 虽处于第八阿赖 也生死 藏里面 而如来藏 本不变 也 本来是藏 也不污染 而不受一切法 菩萨修 修持一法门 无量意者 那么 这一个众神 跟菩萨 必然 及得 成就 阿诺 多罗 三秒 三不一 把五官 总说 完毕呢 那么 现在对于 出发性的菩萨 学到这个 无量意法 或者 久修 界定位 深入 无量意法门 无量无缘的 菩萨 摩赫萨门 跟出发性的菩萨 有没有两样呢 当出发性的菩萨 受了这一个教导 然后达到 真能拔苦的时候 这个出发性的菩萨 以三大阿僧奇节 久修 无量意的菩萨 出心与久修 两个心是 无二无别 出心 发现了 无量意 他在修行上 不见得 短着于 久修 阿诺多罗的菩萨 久修 阿诺多罗的菩萨 他的如来之见 无量意 不见得 多于心发生 心发 菩提心的众生 有大多少 现在把无量意 做了一个总结 这个总结 我们会做在 下一章里面 加以小说 也就是说 必得无量意的真实妙意 方能对于众生 做不情之有 而众生的 五毒的 根深世界的赌事 必能拔出 是一个真能拔出的图上 各位法师 各位善知识 阿姆阿弥陀佛